还可以去治一下有什么病治什么病 都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有5000年的历史 而人类最早的文明有6000年的历史 就是著名的苏美尔文明 最近在南非的一个发现 可能要把人类文明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提升到16万年 大家好 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必因的阿部主 旁边是信任导演小鲜 大家好 2003年的时候 一个叫约翰·海纳的飞行员 驾驶着自己的单人小飞机 在南非东部普马兰家省上风飞行 突然他的飞机失控了 迅速就坠落到地面 不过很神奇的是 海纳这名小飞行员 居然在这次坠机中毫发无数 当他从飞机藏海里面爬出来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景象 在他前面有三块巨大的石头 有好几米高 在这些石头后面 又有一个大石头拼成的圆圈 明显这些石圈是人为搭建形成的 熟悉飞行的海纳很快就意识到 这个石圈是按照罗盘的东南西北进行布局排列制造的 很明显这一定是有人刻意搭建的 并且具有一定功能的石质建筑 在海纳被救后 他马上带上自己的朋友迈克尔查伦奇一起来到这个地点 调查这个石质矩阵 生怕别人抢先了 他们就不是第一发现人了 他们经过数月的调查发现 这个石质遗迹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石头之力 石头标示着太阳运动 以及夏至冬至春分点秋分点等等东西 并且跟现在的时间有那么一点走差别 有那么一点差别 但是基本上大体可以对应上 通过石阵中心阴影的移动 整个石阵可以指示全年的每一天和每一个重要节点 到这儿 有点像我们的日轨 对对对对 到这儿海纳也觉得 这不就是个日轨吗 我花那么大力气来搞这个东西 他就觉得毫无生气 毫无兴趣对这个东西 不过呢查伦奇却在这些石头上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这么简单了 他首先发现了一个是三米高的荷鲁斯之鸟的雕刻 荷鲁斯是埃及传说中的一个樱头神 他最著名的是荷鲁斯之眼 对对对对对 就是全只之眼 对包括美援也会把荷鲁斯之眼放在上面 就是真的就美援上那个金字塔尖的那个眼睛就是荷鲁斯之眼 之后呢他在另一个地方发现啊 一个石身人面像的雕刻 有没有有点牵强的感觉 石身呢 人面呢 是不是很牵强的一个 但是感觉是人工的 就是人工的 一定是人工的 为啥呢 因为这个查伦奇啊 还发现了这么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一个圆圈里面有一个石子 这明显肯定是人工的 对不对 标记 之后呢他发现了一个更加不得了的东西啊 这么一个复杂的图案 这肯定是人工的 对 这个被认为是苏美尔文明的五星符号的复杂版 这一点就细思极空了 为什么地球南端最南端南非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可能跟埃及文明有关系 又可能和苏美尔文明有关系呢 要知道南非这个发现这个石圈的地方 距离埃及有6000多公里 距离苏美尔有7000多公里 难道最开始阿努纳奇到的地方不是苏美尔 而是南非吗 先别玩这震惊啊 另一边传来了一个更大啥的消息 这个是个标注立法的实战 对吧 但一般来说标注立法的实战里面 就会有很多标注星象的石头 首先是几个天文学家 对石阵内的星象布局进行了研究 发现这些星象对应着 75000年前的星座位置 从这一点上看 这个石阵至少存在了8万年 而另一些地质学家 对这些石头的风化和石头上的 侵蚀情况进行研究发现 这些石头至少在这个地方 待了有16万年的时间 而16万年前这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它刚好是线粒体夏娃出现的时间 线粒体夏娃 对 线粒体夏娃是什么 是1987年的时候 权威杂志《自然》Nature 发表了一篇论文 论文称 所有人类线粒体DNA 可能都来自同一个女性 这个女性就被称为线粒体夏娃 这就被认为了是圣经故事关于亚丹夏娃部分 可能是真的一个生物学证据 而这个线粒体夏娃 大概就活在16万年前的南非 你说巧巧 那就跟圣经上的亚丹和夏娃 对上了 对不对 所以是生物学上的证据 那么人类的历史就要被重写了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要从6000年历史 直接提升到16万年的历史 这个体积有点 跨度是吧 跨度有点大 因为这个时镇存在的时间久远 而且和夏娃有关 所以海纳决定把这个时圈叫做亚丹的日历 关于时圈就这么结束了吗 并没有 随后研究人员又在南非的一些偏远地方 发现了有2万多处类似的时镇存在 2万多处 对2万多处 研究人员通过徒步 乘飞机 卫星照片 等等探索方法 研究就发现在我刚才说的 金巴布 维莫 三比克 波茨玛那 都照到了成群结队的这种时镇 不仅如此 每个时镇还通过石槽和石鹿相连 总共发现了有将近100万处类似的遗迹 不是星土 更像是个城市 它就像现在的人类 现在建的城市 就是一个建筑物中间有路 相连 这么样一个东西 100万个时镇 就是因为散布很大区域了 把这些星星点点的区域全部统计起来 将近有一万平凡英里的面积 这个就表明啊 可能那个时候16万年前 有一个巨大的古老的文明存在在那里 据估算应该大约有1000万人存在在里面 而且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这么多的时镇 这么多的时镇 肯定不是日历 你没必要建那么多的日历 对吧 好 那这些时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有人开始解释猜测这些东西了 好 我们先来说第一种解释 这些时镇是古时候人们茅屋的地基 这种说法有很多反应谋论者都非常支持 因为从表面上看很靠谱 而且单地人的茅屋跟这个也很像 有一圈一圈的 是不是还是有点像的 有点像 那他没有石头做地基吗 你问到关键点上了 这个猜测啊 海纳和刚才说的查伦奇都坚决不承认 不承认的人还有当地一些历史学家 也不支持这个猜测 为啥呢 首先是茅屋没有它这么有规整 还能跟天象对应 第二个是 当地人的茅屋基本上是用夯土加上茅草组成 根本不会用石头做基座 历史学家也表示 16万年前啊 别说用石头做基座了 茅屋都不会修呢 如果这两个说法都是真的 就是这个是茅屋的基座 那么只能说明 它是一个超大的石权文明 对吧 有可能是上一代文明 对 上一代文明留下来的 第二种解释 是来自2001年的一些研究人员 这是真的科研人员呦 为了解开亚当日历的秘密 研究人员对石权遗迹进行了电磁探测 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所有石圈的内部电磁探 都存在着某种异常 这个东西 让研究人员想到了一个人 尼古拉斯特斯拉 1905年的时候 特斯拉曾申请了一项名为 通过自然介质传输电能的技术的专利 他在专利中介绍了一种 名为特斯拉电磁金字塔的设计 他的想法是 从地球上抽取电力 他利用地壳和海洋中的共振频率 将这些共振转换 并泛达成能量 然后这些能量就可以被全球各地的人利用了 通过这种方式 特斯拉相信 他可以利用地球内部的能量 并为整个地球提供无限的自由能源 据研究人员说 每个石圈都类似一个特斯拉的收集转化专制 石头将地球内部到表面的一种微妙的震动频率 进行收集转化 并泛大这些频率产生的电磁产 所以才有这些电磁产遗产 对 这些石圈很有可能是用来发电的 类似特斯拉电磁金字塔 而那些把石圈连在一起的石道和石槽 就是为了输电制造的输电线路 就形成了类似于我们今天使用的高压输电网络的东西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遍布非洲大陆的巨大能量生产网络 哇 那就应该是特斯拉那个时代不对啊 它比特斯拉还是早了16万 对啊 就是史前文明的一个高度文明的产物的流 一季 不过这个里面也有问题 就是现在研究人员虽然发现了电磁 但是它们并没有在电磁圈里面产生过真正的电力 所以这也是猜测也存疑 还有第三种解释 如果说上面的解释呢是从科学到科幻的解释 那下面我说这种解释就是一种玄幻修仙的解释 也是同样在2011年啊也就是人研究人员进驻研究实权遗迹进行电子测量的同一年 迈克尔查林哲就开始组织参观遗迹了 就旅游开发了 开始发了发发说门道了 对 这就是这样的 尤其是对亚丹的日历的参观 他在亚丹的日历周边附近看一家博物馆来展示他在亚丹日历周围发现的一些这种遗迹遗物 包括他说认为的实质工序等等东西 但是随着游客的来到 他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有些游客开始报道了奇怪的玉核现象 玉核伤口吗 不只是伤口哦 你听着啊 一些旅游的人啊 他们来了待了一段时间 他们就原本的一些疾病得到了缓解治疗甚至是完全治愈 好想去 可以啊 你对身体很好哎 对啊 他治好了呼吸系统疾病 皮肤问题 头痛 肌肉酸痛 背痛 高血压 焦虑 抑郁 等等问题哦 你要知道高血压可是一种只能缓解不可能被治愈的疾病 但他治愈了 是真的吗 反正有人说 有人这么说 最牛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美国的妇女声称 在亚丹的日历参观数日之后 她的晚期癌症得到了完全治愈 尼可感兴 原来这是个医院呐 开了半天 对啊 这件事情让查林哲和海纳两个人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2018年的时候查林哲就组织了一次自己的实验 他自己找人自己做实验了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弄清楚这个治愈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那个晚期癌症自作多情 因此他带领了一群人在亚丹的日历上进行了研究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仔细地测量了身体机能的变化 结果是令人兴奋的 这项研究记录了实验对于血压心律 视网膜反应和其他身体功能都有积极的影响 用查林哲自己的话就说毫无疑问 接触了亚丹日历对身体的机能是有积极影响的 这是我们30天内实验的真真实实的结果的反应 而自然的效果的来源很有可能就是前面那个研究小组发现的那种震动能量 随后查林哲就开展了一项新业务 名叫做健康保健旅游冥想团队 身材有道呀 不管这些南非的视环视为的提供能量还是震动医学 还是说只是真的查林哲搞的一个旅游血统 有几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 首先南非的石圈是由一个非常古老非常庞大的文明所建造的 范围就是规模没有做不了假 它比古苏美尔人古埃及人都早了十数万年 而且这些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们可以用石头至少可以用石头建屋了 而且他们已经可以建造也就是他们有立法了 所以现在这里反而有一种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 南非是这个世界上黄金储量最丰富的地区 到今天都是这个地区才是真正的当年阿努纳其人黄金开采的基地的遗址 阿努纳其人在这里制造了最早的人类 也就是刚才说的线立体下巴 当然可能还有一颗什么体亚丹 反正这两个人都有 人类就在这照出来的 人类就从这个里面发展到了全球 而苏美尔地区的阿努纳其遗址 只是保留比较完好的基地而已 真正的地方是在南非 好下面我们给大家的就是亚丹的日历的谷歌地球的地图坐标 和十圈网络的坐标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当然如果你能到南非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旅游地方 可以看一看16万年前的遗址 还可以去治一下 有什么病治什么病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